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零基础Excel快速入门 我是有乐 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学习了四个常用的快速选择方法 不过啊,有乐老师 学了这个快速选择的方法,到底有什么用呢? 好,打开我们的Excel 接下来呢,给大家出一个小任务 现在呢,请你为B3到H10这个区域当中 快速的都填充了英文单词Excel 这个任务你会怎么完成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选中B3到H10这个区域呢? 还记得我们上节课选中的方法吗? 我们可以先选中这个起点B3 然后呢,按住键面的Shift键 再选中H10这个单元格 鼠标左键,选中它 你瞧,B3到H10这个区域 我们就快速的选择好了 选择好了之后,我们在编辑栏当中 输入我们的英文单词Excel 输入好了之后呢 我们按键盘上的Ctrl加Enter键 你瞧,现在这个区域 是不是自动就填充了Excel这个单词呢? 通过刚才的展示啊 我们发现 我们呢,可以先用上节课 学过的快速选择的方法 然后呢,再结合上一些编辑的技巧 你瞧,这样做 我们在使用Excel时 是不是效率就大大的提高了呢? 在我们的Excel工作簿当中呢 有单元格,有行列,还有工作表 那么本节视频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 每一种对象 它呢,在编辑时 比较有代表性的编辑技巧 首先,单元格的编辑 在刚才的案例演示当中啊 我们已经讲过了 Ctrl加Enter 可以啊,批量输入相同的内容 这个呢,就是一种常用的 单元格的编辑技巧 那么批量填充好了之后啊 我们还可以对齐来进行画个妆 美化一下 你瞧,我们可以在这里啊 为它填充一个背景色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更改字体的颜色 换一个字体 调整字号的大小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点击扩展按钮 然后在这里啊 对字体进行对齐和添加边框的操作 你瞧,现在呢 我们装饰画好了 不过啊 现在这个装可真是怪丑的了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恢复到最初的样子呢 难道是 要我们这样一步步去点击撤销吗 这个好麻烦呀 如果说我们操作次数多了 还不一定能撤销回去 是不是 其实呢 在这里啊 有一个一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选择我们的区域 在开始参单下 你瞧,这里有一个清除 我们点击它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清除格式 我们点击 你瞧 我们之前对单元格进行的操作 现在一键就清除掉了 除了可以清除格式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清除内容 我们点击清除 这里有一个全部清除 你瞧 单元格当中的内容也就全部清除掉了 好 那么第一部分 单元格的编辑 批量输入 以及批量清除 你学会了吗 第二部分 行列的编辑 好,我们打开Excel表格 在之前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如何批量的调整列宽与航高 你还记得吗 首先呢 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小三角 选择我们整张工作表 然后呢 将我们的鼠标光标 放置在列与列中间的这个间隔线上 然后啊 双击鼠标左键 你瞧 现在的列宽呢 就会自动进行调整 调整完了列宽 那么如何批量的调整航高呢 我们选中所有的航 然后呢 将我们的鼠标光标 移置在航与航中间的间隔线上 然后啊 向下这么一拖动 你瞧 所有航的航高呢 也都进行了批量调整 知道了如何调整列宽与航高 那么接下来 你知道如何插入新的一列 或者新的一行吗 比方说 现在我们要在类型这一列前面 插入一个新的一列 这个时候呢 我们鼠标左键 点击这个C列 然后啊 鼠标右键 选择插入 你瞧 现在呢 我们就新插入了一列 那如果我们想插入两列 或者三列怎么办呢 难道是继续这样 选择C列 鼠标右键 点击插入 你瞧 现在呢 我们就新插入了两列 可是 如果现在想新插入三列 五列 甚至是十列 这样的方法操作 是不是就太慢了呢 别担心 接下来 有了老师教你一个 快速插入多列的方法 比方说 现在我们要插入三列 好 首先呢 我们鼠标左键 先选中三列 我们选中C列 D列 E列 选中好了之后 我们在鼠标右键 点击插入 你瞧 Excel表格 自动地帮我们 就新插入了三列 诶 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快了很多呢 同样 如果我们想 现在新插入五行 那么 首先我们先选中五行 我们选中 四五六七八 选中好了之后呢 我们鼠标右键 点击插入 你瞧 Excel表格呢 就新插入了五行 诶 这个快速插入 多行以及多列的方法 你 学会了吗 第三部分 工作表的编辑 好 打开我们的Excel表格 关于工作表的编辑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如何在我们Excel当中 新增一个工作表 你瞧 在我们工作表的标签旁边 这里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击它 现在就会添加一个新的工作表 关于工作表 其他的操作 我们可以选中当前工作表 然后呢 鼠标右键 在这里 我们可以进行删除 重命名 或者给我们的工作表 添加一个标签的颜色 在我们工作当中呢 还有这样一种常见的情况 现在呢 我想把我做好的这张工作表 复制到这个新的工作簿当中 这个操作该怎么进行呢 其实啊 非常的简单 我们选中这个工作表 然后呢 鼠标右键 选择移动或复制 你瞧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将当前选中的 这个工作表 移动至 比方说 我们移动至工作簿2 然后啊 点击建立副本 点击确定 你瞧 在我们工作簿2当中呢 现在就把刚才的这个工作表 进行了复制 复制当前的工作表操作 你学会了吗 好 到这里啊 我们的Excel表格当中常用的编辑技巧 就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